你见过刚穿越就被一发入魂的女主吗 益青本是现代医生 却没能救回脑癌患者 于是患者父亲将儿子的死权怪罪他身上 得知儿子一直醒 偏执的父亲将他推下了脑 等益青再次睁开眼 身边多了一个不穿衣服的男人 他想看清那人的样貌 但是强大的药力令他陷入昏睡 一日益青被一桶凉水泼起 他的姨母骂他不知廉耻 与小私有私情丢进了侯府的脸 而此时 原主的记忆服陷于益青老海 他父母乃是杭州首富 但死得早 所以他自小被姨母收养 在姨母的精心照顾下 一家的财产被一点点蚕食 现在一家没肥肉了 他也因此成了累赘 大致明白前因后果的疫情 一脸冷静 姨母怎知我平日与小私有私情 除非你早就知情 若你知情又为何不阻止我 任由我酿成大错 他的表哥面色不太好看的 却 这都是我们推断的 一出事便不分青红皂白而定罪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佳人 还真是受教了 姨母杯子重重一摔 绿色则骂 小江火 本想饶你一命 但你却无半点悔改之心 别怪姨母心狠了 来人 将她压下去进珠笼 一清闻言瞬间湿了色 她忘了这是一言不合 就能杀人灭口的残酷 情急之下 她想到生母曾留给她一枚印章 这印章再加上她的手劲 便可在一家商铺取出一笔银子 她赶忙扑上前去 梨花带倒 姨母 亲儿知错了 亲儿愿将一物赠予姨母 求姨母能饶了我这次 姨母很是嫌弃的 但心却是动了 可恶 一架硬扎 稀稀想来 那是为平白与我交好 定是图我家产 亲儿尚小 难辨是非 愿由姨母保管 以防日后再犯大错 看在钱的面子上 姨母决定日后再慢慢收拾她 几月后 一清虽然保住了小命 但是日子比下人还难 她满脑子都是离开着 不然她唯一的丫鬟小月推门而入 小姐 大事不好了 我听说老夫人打算 将我们送去甘南自生自灭 这句话对于一清而言 就是急事与 只有离开这座牢笼 才有机会大展身手 不过有仇不报废女子 一清决定在离开前 先送这家奇葩一份大的 于是乎她把生母的手镯送给姨母 也贴心地在表哥衣服上 撒了些香粉 所以离别之日 姨母忽然昏倒在府里 小月不明白 夫人身子骨一直都很贱了 怎么突然倒了 莫非遭报应了 是我给她的报应 前世作为医生的她 自然懂不少药理 手镯抹上特制草药 可扰人心神 失眠多梦 而她表哥衣服上的香粉 和香腹千斤惯用的熏香混合 会散发令人作呕的胡臭 儿子好好的婚事一簧 再加上夜夜恶梦缠身 别说是屈屈一母 就是王母也得凉凉 清楚来龙去脉的小月 一脸崇拜地看见小姐 不过一清忽然作呕 小月瞬间紧张无比 小姐你怎么了 没什么 怀了个孩子而已 一发入魂 那个提起裤子就走的男人 真有你的 而在某府某人 她打探到那晚的人了 女人刚穿越就被一发入魂 而男人提上裤子就走了 六年后 她替她生了个儿子叫周周 而周周却给娘亲捡了个爹回来 一清看着读书读傻的儿子 恨铁不成钢道 你怎么一点都不像你一样 偷会懒不行吗 夜经于情慌于稀 一清闻言叹了口气 娘怕你读成书呆子 你要懂劳意结合 出去玩话 有一种休息 叫做你娘觉得你该休息 一清笑道 人小鬼大 不愧是我 走在田间小路的周周 想到书中有一处还不懂 于是便决定去请教夫子 忽然旁边草堆传来一样声 她顺着声音的方向找了过去 只见一个男子躺在了地上 这人伤得好重 该不会死了吧 于是乎男人费劲地睁开了眼 确认了眼神 这是我要找的爹 周周立马被男人的眼睛所吸引 她快速返回带着娘亲前来 这孩子该不会给我准备什么惊喜了吧 小时候就懂套路 长大就不愁找不到媳妇了 这时周周停下脚步 到了 毕青一眼就注意到地上男人 他立马诞生了可怕的想法 周周 杀人了 周周无语 娘亲 你清醒点 从男人身上胃肝的血迹 毕青猜测杀手可能在附近 他开口 既然这人和你没关系 咱们当做没看见 赶紧回去 周周闻言 立马挣脱开娘亲的手 我要救他 周周 平日里娘亲都随你 但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 娘亲不是书中圣人 不愿因不相干的人 给家里招来祸端 在他心里现在最重要的只有小月和儿子 周周语出惊人 他不是不相干的人 他是我爹 我们的同色是一样的 毕青顿时被雷倒了 心情简直是妈了榨了毕了 都怪我 把狗血小说当成你的睡前故事 才会让你产生这种联想 但是想救人是不可能的 你给我起来 人之初 性本善 你再不起来我就动手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画面一转 男人躺在床上 小姐您从来不爱多管闲事 为何会救这位公子 难道是方亲 打住 我是男人如粪土 毕青可不会喜欢古代的男人 毕竟他们都是不负责的 而小月的笑容 像极了看透不说透 毕青转头看向昏迷男人 但愿你是个好人 否则 我能救你也能杀你 不知过了多久 男人死不瞑目 我不 睁开了眼睛 他翻身间将毕青按在床上 什么人 你的救命恩人 男人眼眸犀利 你是大夫 不然呢 毕青很想弄死他 赶紧给老娘起开 自己有多重 心里没点避暑吗 男人就是不信 老实交代 别和我耍滑头 这女子若真是大夫 怎会如此镇定 恐怕有诈 毕青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松开你的狗爪子 你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 我不管你什么身份 但劝你不要得罪大夫 不然死都不知道砸死 哼 我虽受伤 对付你一个女人 还是绰绰有余 毕青文言 吹了一口仙气 女人刚魂穿病 不幸怀了孕 男人却在一夜后失了踪 他替他生了个儿子叫周周 而周周却在六年后 给自己捡了个重伤爹 谁知被救醒的男子 却将义青按在了床上 却被义青一口仙气定住 只因义青嘴里含着一枚药丸 咬碎后呼出的气体 会与男子身上的药 形成麻痹神经的药效 男子说他好生的心机 义青可不认为 要不是自己留一手 这渣男可就上房接网了 他捏住男子的下巴 我说过别轻易惹火大夫 忽然小月推门喊道 小姐 好多官兵在外面 下一刻声音戛然而止 打扰了 你们继续 周周鄙夷的小眼神忘了 娘亲嘴上拒绝 身体倒是很诚实 房门一关 义青真是有眼泪没地方哭 严子了 且听我解释 画面回到言归正传 义青再次确定是官兵吗 小月告知官兵在挨家挨户搜查 似乎是在找什么人 周周可真是个机灵鬼 他们该不会找爹爹吧 义青毫不留情给了一报令 都是你给老娘找的麻烦 但现在见在弦上不得不乏 义青明白想要自保 就必须救下这个男人 他没好脸色的 如果你不想死 就老是配合我 男人为了留的青山在 也只能捏着鼻子同意 没一会的公主 官兵前来敲门 义青走出去应对 官爷 这么晚了还出任务呢 嗯 我们再找一个逃犯 你可见到什么可疑人 义青洋装惊吓 逃犯 官爷你可一定要抓住他 嗯 不说这些了 我们必须进屋搜一搜 还请姑娘见谅 官爷一进屋内便询问家中有些什么人 义青告知还有夫君 孩子和一个婢女 不过夫君身体有样 才让我一见女子来抛头露面 与此同时 官爷也闻到一股刺鼻的中药味 他扫了一眼四周 目光落在床上 将他翻过身 让我们瞧瞧 毕青颇为犹豫的 官爷确定要看 难不成他是什么特殊人物 我们还看不到 毕青连忙陪笑 当然不是 我这就去办 毕青掀开被子 只见一满脸红疹的男子 虚弱地靠在他的身上 毕官爷当即色变 你夫君得的是什么病 是天花 这是传染病 不过各位官爷如此尽责 应该不介意吧 两人官爷立马动摇 小声道 头儿 这病会死人的 我们还是走吧 是啊 这人怎么看 也不是那位大人要抓的药粉 头爷内心也蛮慌张的 我们走 抓紧时间搜下一甲 绝不能让他跑了 房门前脚刚关上 后脚一轻露出得意的效果 一群耸包 男人忽然开口 你很聪慧胆大 利用人性的弱点 让他们不愿深究 你轻易肘子将他撞开 你谁啊 我用着找你来评价 接连吃饼 男人一肚子都是活 你最好不要知道我是谁 否则永无宁日 这是你第一次说人话 他来也不是无药可救 还能聊聊 易青心里清楚 他这种大半夜 都要被追杀的人 能不告知身份 代表良心还没被狗吃完 男人有些意外 你想聊什么 短短一日 我救了你两次 这救命之恩 是不是该报 男人顿时心生不安 他该不会是想让我 以身相许 做孩子的后爹吧 易青邪魅一笑 希望你能告诉周周 你还是个厨 绝不可能是他的父亲 男人文言差点一口浪血喷出 你这女人 怎么说出如此轻薄的话 你不用在我这桩纯情 只要说他不答应 易青这么做 除了让儿子死心 也是让自己安心 男人嘴角微微上扬 我答应你又有什么好处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 你若帮我 我会治好你的伤 护你平安离开 这句话确实落在男人的心坛里 他现在伤势不轻 需要静养 易青见他不吭声 撇了撇嘴 一个大男人 怎么婆婆妈妈的 男人心里那是一个气 自己堂堂锦衣卫阵 俯使何曾这般被人笑 你难道不怕我伤好后 灭你满门 你不敢 你身上内毒除了我没人能解 除非你想这辈子都不敬你色 男人彻底没了声音 但脸上的愤怒却在述说着什么 小男孩子出生就没有爹 于是给自己捡了个爹 然而娘亲不认 还让男人跟他说不是 到手的爹就这么没了 周周失望地走了出来 易青暗自偷笑 这时候就该娘亲出马 安抚儿子受伤的小心灵 周周 怎么不开心 娘亲 你别装了 易青一脸的不明白 周周你在说什么呢 娘亲怎么听不懂 娘亲躲在这里偷听 怎会不知道儿子发生了什么 易青一正言辞到 娘亲怎么会做偷听这般没品事 娘亲 你的书拿到了 易青一瞧 立马露出了细精脸 这臭小子 一点面子都不给娘亲留 季恒安在旁笑的 本以为你的脾气 没人能治得了 看来周周是你的客亲 易青对他可没好脸色 关你屁事 季恒安老脸瞬间难看 你这女人真是不可理喻 易青戳了戳他小胸口 咋的 不服气 憋着 这时小月端着药丸走来 公子 该吃药了 季恒安一口药汤下毒 脸上肌肉不受控制的抖动 今天这药怎么这么苦 我给你加了黄连 好谢谢火 像我这般体谅病人的大夫可不多见 季恒安减值肺都要气账 但现在也只能捏鼻子韧灾 突然一道身影跑了进来 来者前世是一名女警官 易青一脸惊喜之色 你今天不去夏天吗 怎么有空来看我 任婉桥脸色有些难为情 有件事我想找你商量 他轻叹一口气 之前我这个身份不是退过婚吗 现在那人功成名就 马上要出让我们这的千户大人了 易青汤未到 你那道猴年马月的事 他不一定记得 任婉桥沮丧 当年退婚闹得挺难堪的 他不会不记得 你是怕他找机会司机报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啊 易青皱了皱眉头 他叫什么名字 我去打探一下他的人品 如何 秦伯言 听到这三个字的季恒安 眼眸中闪过一道异色 时间线来到晚上 易蒙面人递上一份情报 季恒安接过后点了点头 你先回去吧 主子 您不和卑职一起回去 季恒安阴损般的眼眸望来 不该问的别问 滚 黑衣人滚后 季恒安也清楚自己的伤势确实快好 但是一个人却令他放不下 他连忙咳嗽两声 来驱散自己的胡思乱想 屋外 人晚乔找来 青青有没有回来 喝酒喝一半人没了 季恒安听到后 第一时间走了出来 事不宜迟 我们分头行动 而此刻的易青正坐在树干上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他想家了 季恒安听到声音快步走来 却在这时 易青手下一滑 整个身子从树上掉了下来 毫无意外 季恒安迅速接住了他 酒未请的易青一见是个美男 小手立马捏了过来 信不信我把你丢下去 易青一把抱住他 略略略 我报警了 你丢不掉了 女人穿越生了的仔仔 没爹的仔仔给自己捡了个爹 但是娘亲不同意 还让男人伤好就走 不过酒后的易青 却撒娇地抱住了男人 季恒安眸光间尽是温柔 他没想到这气死人 不偿命的女人 居然也有如此可爱一遍 这时任婉桥也找了过来 还好找到人了 他没事吧 他没事 就是喝醉了 我带他回家 任婉桥桥 他这人母狗样的 可不放心将姐妹交给他 我跟你去 两人一同走在田间小路 季恒安神色颇为不悦 你怎么让他喝这么多酒 真没喝多少 我本来拉他出谋划策的 他看向任婉桥 你是找他商量前卫婚夫的事 我听说他是新上任的千户大人 特意为难你家了 任婉桥摇头 倒也不是 他是个勤政未明的好官 最近在落霞山修路 围剿猛兽呢 季恒安沉默了 似乎落霞山在他心里很特殊 时间先来到天亮 这熟悉的睡姿是不是像急了你 小月端着醒酒汤走来 小姐你可算醒了 易青揉了揉后脑 我记得昨天吃酒吃到一半 想去茅房 然后断片了 小月睁大眼睛 小姐你真不记得了 你都上书了 还是你讨厌的那个男人抱你回来的 易青恋色瞬间一变 我该不会酒后强受了那个男人吧 这鬼我可不背 忽然周周跑了进来 娘亲 我爹 我不 那个大叔不见了 易青文言大喜 不见了正好 忽然再见到他 我就是大行射死现场 周周有些不安当 娘亲 大叔会不会有事 毕竟他 周周 你别乱想 你那个大叔能耐着呢 心情愉快的他拉住儿子的小手 今天娘给你做道兵吃 五日后 干饭人干饭魂 周周狼吞虎咽的大口吃着 易青让他吃慢点 周周解释 娘亲 老师在等着我讲学呢 你们中午还加课了 是给我自己开小灶而已 易青不解 我记得你说过 你们老师只是照本宣科的草包 你不是瞧不上他吗 我们换了新老师 他好厉害的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就是娘亲常说的大佬 见儿子迫不及待的走了 易青心生好奇 这新来的老师居然让周周有如此高的评价 今日是上元节 晚上的集市很是热闹 周周立马盯上漂亮的花灯 小月知道他的心思 要带他去有名的礼金花灯 易青没有一同过去 独自闲逛的他很是思念家乡 这时一类台令他回过来神 才灯尼活动开始了 头奖乃是一只白武 易青见小家伙这么有灵性 决定摘下头奖 送给周周当礼物 他刚大喊自己要参加 一个优质男人走了出来 女人穿越后生了个仔 没爹的仔捡了个爹 而被救的重伤男子却对女人心动 他曾在六年前的某夜和一女子打扑克 但事后再想寻找女子却没赢了 你们都是鱼妈 只有七秒钟的记忆 易青参加灯尼大会 却被一男子吸引了目光 莫衡轻轻点头 表示问好 而他也是易青觉得最有气质的男子 这时小四请他们俩一同猜灯尼 猜对最多的人极为获胜 易青可是相当有信心 他前世看《红楼梦》还研究过猜灯尼 这下还不吊打一切古代选手 移住相后 小四到枝头盔猜对二十五道题 易青有些不解 自己明明只猜中了二十四题 当莫衡公子被小四点击 易青才明白自己自作多情 莫衡很有礼貌的拱手承让 易青同样客气回应 同时心里也挺佩服的 这时小月带着周周找了过来 娘亲 你认识我们老师吗 易青很是意外 他是你老师 是啊 就是我说的新老师 易青文言看他更加顺眼了 莫老师 多谢你对周周的关照 而这一幕全被一男子看在眼里 小弟见老大那可怕的眼神 心脏立马突突的 我怎么有种想杀人的冲动呢 等易青返回院子 瞳孔末的一锁 只见一群黑衣人霸占了院子 小月刚颤颤巍微喊的声小姐 消失一段时日的纪衡安开口道 几日不见 易大夫可还记得我 易青可没客气 你这喵怎么阴魂不散的 周周立马纠正 是叔叔 易青一把拉过周周 将他挡在身后 你大半夜带这么多人 是想欺负我们母子吗 纪衡安举起手 无风 把小少爷给易大夫瞧瞧 易青有些看不懂了 这男人又想做什么妖 易大夫他是我唯一的证 身患重病 还请你救他 因你今日排场 非富极贵 什么名义找不着 非要找我个乡野村姑 纪衡安抬手捏住他的下巴 你看还是不看 易青甩开他的手 不看 你给我听好 我软硬不吃 是不会救那个孩子的 那么小的孩子若病死在你面前 你良心 易青大声打断 我的良心活动乱跳 他可不吃男人道德绑架的那一头 纪衡安脸色冷了下来 给个理由 很忙 没时间 同时他心中想到 孩子固然可怜 若我和他再牵扯下去 恐怕我和周周都没有好下场 纪衡安攥紧拳头 很忙 你有时间和不清楚的男人体型 就没时间救一个孩子呢 易青直接开骂 你有病吧 突然纪衡安拔出腰间的佩剑 剑人瞬间架在易青的脖子上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就还是不救 当你把剑架在你的脖子上 你会同意对方的要求吗 易青救了一个重伤男人 而男人离去后 带回来一个病怀婴儿 为了易青能救折 纪衡安不惜把剑相对 然而易青还是冷冰冰的回应 不救 纪衡安文言咬紧牙关 仿佛手里剑随时可能刺去 就在这时任晚桥 带着千户大人走了进来 易青悬着的心也因此松了一口气 半小时前易青见院子 黑乎乎一片的 立马察觉到不对 以往过节小月 都会点亮家里的灯 事出反常 于是他留了个心眼 让任晚桥去找秦大人 面对一群不知来历的人 秦伯颜目无拘异 我是这里的千户 你是什么人 居然敢公然行凶 纪衡安文言嘴角露着笑 他掏出一枚令牌 你可看清楚了 秦伯颜面色变了又变 最终他跪在地上 下官秦伯颜参见纪大人 任晚桥见状整个人都骂了 请来的救兵就这么给对方跪了 易青开口 你到底是什么人 锦衣卫 政府史纪衡安 闻得此话 易青如遭危机 政府史是皇帝亲信 权力极大 可以逮捕任何人 包括皇室 纪衡安似乎有些得意 怎么 知道怕了 易青不嫌不但说了句还行 这时纪衡安吩咐秦伯颜 等人先退下 任晚桥还是不太放心 易青见状说道 你随秦大人离开 我不会有事的 任晚桥还想说上两句 却被自己请来的救兵拉走了 等两人走后 纪衡安看向易青 我们是不是该好好聊聊 确实得好好聊聊 同时易青心生牢骚 我儿子可真棒 易俭就是一尊大佛 两人来到屋内 纪衡安还是询问救不救 这次易青也没之前固执 不过想就必须要答应个条件 纪衡安饶有意味地看了他一眼 都知道我的身份了 你还敢谈条件 有什么不敢的 只要是利益相关 皇上我都能谈条件 纪衡安笑道 说得好 我倒是好奇你会提什么条件 易青冷冰冰地指向他 我治好那孩子 你立刻马上给我滚 顿时纪衡安老脸拉成驴脸 而易青得意道 只要你答应 七天内我必定治好他 纪衡安压着火 京城多少权贵千金 用尽手段想攀附于我 你倒很有意思 费尽心思赶我走 既然如此 你更得早点走 别在这当狗见仇 纪衡安一政 何为狗见仇 狗见仇就是狗见了多反 纪衡安震怒 一把捏住他的下巴 你真是好大的胆 敢骂朝廷令官 我不仅敢骂你 我还敢打你 毕青说完 闭口咬下 真当自己是霸道总裁啊 你居然敢咬我 我看你才是狗 屋外一群人听着屋内的吵架声 表情各不一样 他俩是在吵架 非也是在打情骂俏 这群熊孩子骂别人也种 就被孩子骂吊在了树上 就在刚刚一清从病房走出 还没等他喘一口气 被控制住的小月焦急大喊 小姐 快去救少爷 一清心神一震 周周怎么了 我不知道 之前王大婶带话周周在学堂出事了 已经半课中了 是纪大人拦着我 不让我进去和你说 一清脸色瞬间阴了下来 纪衡安 为了让我安心救你侄儿 却全然不顾我儿的安危 周周若是少一根毫毛 我定要让你陪葬 画面一转 一清刚推开学堂门 喊了声周周 周周惊喜的大眼睛立马忘了过来 娘亲 你怎么来了 一清则是呆住了 纪衡安怎么在这 而且周周看起来也不像有事的样子 不过从纪衡安那得意的模样 一清猜出了十之八九 你得意个逮呀 周周 不要随便被陌生大叔抱 快下来 闻得此话 纪衡安再次被对出内伤 周周则表示不认同 他不是陌生大叔 是周周的盖世英雄 一清转头看向他 你给我儿子灌了什么迷魂呀 怎么 吃醋了 一清没好气到 爱说不说 幸好的纪衡安如实交代 之前几个孩子骂他没爹 是个野种 还巴结老实 他们打算联手欺负周周 不过却被我收拾一顿 明白来龙去卖的一清 盯上熊孩子 就是你们欺负我儿子 他转头看向纪衡安 处罚真的太轻了 你们锦衣卫的手段 也不咋地啊 纪衡安无语 这女人 这时候还不忘奚落我 于是乎四个熊孩子 免费体验了一把空中荡秋千 我再也不敢了 我还是个孩子 饶了我吧 一清笑眯力地拍了拍手 周周 你要带你回去吃好吃的 说完 他看了某人一眼 还愣在这干嘛 你也走呗 纪衡安真是意外了 望着母子俩的背影 他眼眸缓缓闭上 女人 等一清回到家 仁婉桥也找了过来 轻轻 今天周周被霸凌的事 我也知道 你就没考虑过找孩子吧吗 一清闭上眼睛 从未想过 是因为找不到吗 那倒不是 找应该好找 虽然穿越那晚我神志不清 但我记得他离开前 后腰那有个铜钱大的胎记 轻轻 你这体真说了和没说差不多 难道你找他是 要挨个问男人后腰有没有胎记 一清一脑瓜 弹了过去 我这辈子都不想找他 如果周周长大后 执意想找亲爹 我就告诉他 你难道一点都不好奇那个男人吗 全当借了个小蝌蚪 有什么好奇的 而且牵绊太多 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 人晚桥无语 头一次见有人把性情凉薄说的这般好听